我們今天是專案報告 主要是報告台北市的跟杜花局有關的一些大的業務 包括雙子星大巨蛋 公宅政策跟這個危老條例通過以後我們的處置方案 首先報告C灣D灣 就是俗稱的雙子星 這個在我們上任的前三年 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去處理那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在前四五時代 因為這個案子有牽涉到一些法律問題 還有在訴訟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這樣才讓三審定案解決掉 讓這個案子會比較乾淨 另外我們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再解決這個西區門戶計畫 因為這個在宗教橋引刀拆掉 這個北門公園重建 還有這個國光客運搬走 行李廣場重建以後 對於C灣D灣要投資的人 他會比較清楚的這個Picture 就是說整個西區門戶計畫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C灣D灣裝下去會怎麼樣 另外我們也是對整個後站地區的都市計畫 開始在做規劃 所以目前要來投資人 他會比較清楚說 西區門戶計畫是什麼樣子 後站的都市計畫長什麼樣子 這樣的話投資會比較清楚 所以前三年我們都在處理法律 跟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進行 那到第四年的時候 大概這些都已經解決以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 雙子星的招標事件 那最重要是因為有過去失敗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打定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我們這是第一個案例 設立叫連鎮平台 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會議紀錄都放在上面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以前是只有投標的廠商才可以發文 我們還特別有設那個留言區 只要對這個案子有關心的人都可以上去發文 我們會分門別類 在主條的去回答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秉持一個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方式 所以在整個流程在走的時候 都沒有去遇到外界的一些質疑 而且我們當時還特別設定 我們這個標案分三個階段 就是資格標、規格標跟價格標 事實上資格標只是說讓有資格先進來 所以這個所謂的規格標跟價格標 我們當時還設定是在去年的市長選舉之後才進行 而且當時我就有交代 如果我們有連任 那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走 如果我們也沒有連任的話 基於行政倫理 我們就給下一任的政府去處理 所以在這個規格標跟價格標 都是在我們確定連任以後 才繼續再進行 那最後有兩家的廠商 有進入這個規格標 那比價格的話就會分出那個排序 所以整個雙子星成功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設連鎮平台 把一切都公開透明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這是一個個案 所以後來我們在台北市政府就有規定 超過一百億的工程 都要比照大巨蛋 不是比照雙子星設這個連鎮平台 那麼現在適用的案例就是 第一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因為那個標準是達到一百四十億 所以是第二個適用的案例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些重大工程 用這個連鎮平台 如果將來操作純熟的話 是不是那個一百億以上才需要 設連鎮平台的規定 也許可以再往下降 不過目前是雙子星是相當成功的 那第一果菜市場 魚市場目前也正在適用當中 那最後我們經過這個資格標 規格標跟價格標 有兩家公司入選 然後再按照這個價格標排出順序 那這個地方也要說明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說 應該會有更多的公司來申請 不過最後只有兩家 我想這個還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 它裡面有一部分是黨產 所以當時很多國外的廠商 就覺得說這是政治風險 再來 目前的一般市府的財產 租約 原則上是不超過十年 可是對重大投資 特別是要開旅館的 常常很難在十年內回本 那我們都跟他講說這沒有問題吧 應該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特殊事例外的話 應該可以繼續續約 可是相當多的國外的財團 對這個還是有益利 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子當中 就深深覺得說 在目前這個階段 你知道 政府變成企業 在台灣投資 一個最大的風險 因為常常不確定 所以 本來我們是預期應有更多的公司來投案 不過最後只有兩家 不過不管怎麼樣 至少還是很平順的把這個過程都走完 所以一直在離開台北市政府之前 所有的程序都沒有遭到外界的質疑 這是我覺得我們比較成功的地方 那麼 就在我們選出排序 排序選出那個 第一優先的廠商跟第二廠商以後 後來就遇到一些問題 到目前為止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投審會要認定它是中資的問題 那到現在為止 總共投審會有7次的要求要補件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我也覺得說 投審會有問題要問 沒有問題 但是能不能一次問完 為什麼要問7次 這個我就有抱怨 所以常常是這樣 因為這個案子 你知道 每拖一個月 台北市政府要損失1億的資金 那如果案報一般來講 營業額應該是租金的20倍以後 所以這個 雙子星每漫一個月營運 整個台北市的經濟活性 經濟活動 應該會每個月少20億左右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 中央政府應當盡速解決 不過我們現在就看投審會怎麼去認定 那除了補件以外 另外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每次協審單位要4個 所以一旦補件 還要再送給10個協審單位 問題是協審單位有的又拖很久才回覆 所以現在目前整個案子 還卡在投審會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在我們 這個招標決標以後 排出順序以後 關於這個申請人的財務能力的疑問 一直到現在為止 這一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經過各項的檢查都認為是符合規定 現在有問題的是入資的 事實上在經濟部在107年8月 合法的公司登記 就已經說明它是非入資公司 那我們自己的審查 在資格審查的時候 也沒有發現 入資的持有有超過30% 或是入資對該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認為它並非是入資公司 但是事後為入資 最後能需要經濟部的投審會 做最後的認定 那我們為了這個案子 有卡住 所以事實上我已經有指示 不管是陳副秘書長 或者是本副市長 都有去投審會或經濟部去拜訪 那 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它認定非入資 那我們就照SOP繼續走 那如果認定是入資有問題的話 當然會有 馬上會有 法律的問題 不過是這樣 我們也不想浪費時間 我們會跟那個第二申請人就開始議價 按照SOP走 所以如果 所以對我們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我們都沒有設定說一定要誰得票 反正照SOP走 至於這個 這個投審會的決定 投審會的決定 我們還是會尊重 但是我只要求他速度快一點 還有另外一點 後續的法律的併發症 投審會自己也要思考看看 所以我們目前是這樣 只要一旦投審會有做出決定 我們這個案子都有專案小組 會全速的進行 不管過或不過 我們都有 按照SOP後續繼續走 那將來這個雙子清 除了 會跟整個西區門戶計劃一起思考以外 最重要是他必須帶動 整個後車站地區的都市計劃 所以我們現在是整包有一個 都市計劃在思考 好大巨蛋 大巨蛋 我每次說我們是來散後 當然我覺得這樣 抱怨沒有用 反正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第一點喔 大巨蛋 選址在那個地方 這不是我們決定的 OK 我也知道那個地方交通相當複雜 在現階段你知道 都已經交通相當繁忙 如果在那個地方不管是 裝6萬人還是裝14萬人 都是大問題 那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選址選在那個 不是我們決定 第二 那塊土地你知道 包括整個松原跟大巨蛋 整塊地 當時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換地 還是去 發錢去購買 整塊地大概是 240多億 那如果按照 因為它是包括松原跟大巨蛋 所以如果算土地 齒分的話 大巨蛋那塊地 大概地價是150億左右 150億的地 為什麼交給遠雄 開發全力金零 營運全力金零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月不是我定的 OK 再來 為什麼在BOT通過之後 三棟可以變成五棟 建築物量體包增 這也不是我決定的 再來是這樣 當時在大巨蛋的設計 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就在國富紀念館對面 所以有限高 這個限高不是說它比 國富紀念館 不可以比國富紀念館高 不是這樣 它是有 因為那個視角的問題 所以要求是 它的限高是60公尺 那因為打棒球有一定的高度 當它上面被限高60公尺的時候 只好往下挖 所以目前 為什麼大巨蛋 在防災上面 設計相當困難 這不同於像我們在看到 那個和平籃球館 或者是小巨蛋 因為它的主藏館 就是在平面上面 所以要疏散的時候 相當容易 比較容易 大巨蛋的主藏館 那個地板是在地底下 10.5公尺 所以一旦 在這個主藏館 如果裝個1萬人 2萬人 甚至更到4萬人 那個往上疏散 的確相當困難 那另外 整個大巨蛋的設計 即使是我這種醫學系來看 都可以看出 大家在防災設計上的一些缺點 比方說 它全部的地下室是挖桶的 它沒有做防火區化 所以只要一個汽車炸彈進去 那一人就全部蔓延 這個當然在防災上面 是相當困難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選在那個地方 不是我決定的 那 那全綠軍那些不是我決定的 對 性高也不是我決定的 反正都蓋了 那當然一個問題 如果拆得掉 當然拆 問題是 目前我們台灣還是法制國家 一旦我們說要拆 對方一定馬上 假扣押 我們這邊要再反反假扣 再反反 再假扣押 相當複雜 不管怎樣 結局一定是 進入法律就 整個彈又真的會變成彈 卡在那裡 所以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在既有的基礎上 如果讓它變成一個 合法安全 可接受的巨彈 所以包括整個地下室的防火區化重做 整個疏散路線的重新設計 還有這個 其他種種 是讓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 大巨彈當時是不按圖施工被停工的 OK 那 既然 不按圖施工被停工以後 他申請一張新的 這個建照 那這個案子已經講過很多久 因為要申請一張新的建照 還是有三關要解決 第一個是 內政部 營建署 台灣建築中心的防火 那個 防火避難性能審查 這個從104年 一直到106年 從103年一直到106年 經過將近三年的時間 最後 有重新拿到一張 防災避難性能審查的許可證 所以這第一關過了 再來就是要解決都審 都審平行還有一個是 環境影響評估 不過因為他 不是新蓋的 只要做環境影響差異評估就可以 所以只要這個 進來都審 跟環境影響評估過的話 他就可以重新申請一張新的建照 重新開工 那 在這個防火避難性能審查以後 在都審的時候 從106年的 10月17號 106年的9月19號 申請督審開始 一直到現在 大概現在剩下還有三個題目 防災避難人數的設定跟電腦模擬 我想這也是一直在攻防的重點 不過大概目前還是維持在6萬 其實更精確的講法是59833 以這個數目來設定這個 這個電腦模擬 消防救災動線的規劃 剛才講過 包括這個 地下室沒有防火區化 上面的這些動線 要重新規劃 那這個 以前 大續彈的 上下車是設在 V4、V5 但是這聽起來就不太合理 因為不應當在 地下室的 第四層、第五層來做這個車站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希望說 它上下車是在平面 然後如果要空車的話再到地下停車場去儲存 那 大續彈我的態度是這樣 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我也知道不管過不夠 正義都很多 所以很簡單 公開透明 我們就網路直播 那也讓社會去 有任何疑問大家都可以看 我也認為 公開透明 可以減少很多的併發症 所以我們會繼續秉持公開透明 在所有的審查案的時候 都會網路直播 讓整個社會 都會知道說 到底是在裡面是怎麼審查的 那 也有人在問 這個大續彈在外面看起來 好像還有在蓋 那怎麼會是停工狀態 這事實上是這樣 大續彈不按圖施工被停工以後 但是法院有個附帶條件 就是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 凡是跟公共安全有關的 還是要繼續處理 比方說 外殼 因為外殼不蓋起來 不管是下雨的時候 裡面還是會扶持 另外 屋頂要做完整 不然做一半的話 台風來的時候 屋頂掉下來 還會造成公共安全 所以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 他們有14項是 法院認定可以 在法院判定之下 台北市政府跟這個 不管是建築士工會 市大工會 有做過這個 互相的這種討論以後 有14項是可以繼續蓋的 所以這個是基於公共安全 但是他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復工 那 就在這個禮拜五 好像這個仲裁 又判我們這個可以延長公期 本來 大巨蛋的公期 是到106年10月25號就停止了 不過因為當時有人在問說 只不過用這個理由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解約 因為他在期限內沒有蓋完 不過因為事實上 關於這個 這個疑訴的問題 他們也有申請仲裁 這個仲裁在延長公期 那上禮拜五的 這個宣判 他那個公期又被延長 又500多天 所以目前 就按照這個仲裁庭的判決 目前大巨蛋還在 興建的公期內 他還不算是 還不算是違約 那這一點我也覺得是我們會繼續觀察 所以在當時沒有敬語 跟他用這個理由去比較解約 所以結論是這樣 大巨蛋我們不會刁難 不會放水 公開透明 他還是要乖乖進來 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給接受這個全民的檢視 我們還是 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力求他是一個安全 合法的大巨蛋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來講公宅的問題 公宅是這樣 在我任內 第一個任期 完工的是 2587戶 這是在第一個任期完工的 那正在施工中的 5810戶 那麼已經絕標跟 上網招標的 有4817戶 另外還在規劃的有 3436戶 還有都更可以分回來是 31,522戶 所以總共加起來大概是 1萬9千戶 那這個很清楚 跟我們一開始原定的設計 說什麼 8年5萬戶是不合的 那我們事實上有在檢討一下 這個是在內部有討論很多 這大概1萬9千戶 將近2萬戶 這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會繼續蓋 這個還是 我覺得公共住宅 還是要政府手中有一定的數量 將來公共住宅 是不是一定要由台北市政府自己來蓋 這個現在可以討論 第一點 少紙化 坦白講私立學校還是很多校地 所以將來這個私立學校的校地要釋出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來做公共住宅 這個我們現在正在思考 就算私校把這個校地釋出 我也不認為說必須要政府自己去蓋 我還認為政府 效率不見得會比民間更好的 所以 這大概1萬9千戶 就算2萬戶的公宅 原則上我們要繼續進行 至於後面要怎麼做 我覺得還可以再思考一下 主要是公宅 在整個 我覺得我們當時 在通過預算的時候 到實際執行的時間 有時候時間拖太久了 整個這個 物價在上漲 會變成 困擾 所以我們也在 在思考說 我們將來整個公宅的預算 在編列的時候跟執行 時間還是要縮短 不然時間拖太久 整個原物料的物價上漲 造成我們自己的困擾 所以我也要求說都發局對整個預算的編列 必須更 時間上要 越接近越好 所以我們 為了應付 物價上漲的問題 有去調整一些預算 包括這個減相製作 另外是我們預付款的機制 也會建立 也就是說不管在公期 預算 或是付款機制 我們做一個調整 讓這個廠商比較願意來投標 因為 一旦這個上網招標 流標太多次 這表示說我們的 標案的設計還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面對問題 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我們最近 又把這個公宅的這個 公期 預付款制度 跟這個 預算 重新做一個調整 那麼目前我們在都發局 還是一個叫公共住宅興建的 暫停中心 可以把每一個公宅的進度 在網路上都可以查 查看 這也是秉持一個公開透明的態度 讓這個民眾可以再追蹤 到底我們公宅進展到哪裡 這個我們現在 公宅 其實居住正義 目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思考 把它分成幾個部分來處理 公宅這個2萬戶再繼續蓋 沒問題 另外一個租金補貼 過去租金補貼就是一口價 就是這個價格 但是我們後來會按照他的身份 跟 人數跟這個收入 有做設計9公格 所以我們目前整個租金補貼 現在改變 最低是3000元 最高可以到1萬1000元 跟過去固定5000元那個做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應該比較合理 另外我們有做那個包租代管 其實目前台北市 超過 3個月 沒有住人的房子 大概有6萬戶 超過12個月 沒有住人的房子 大概有3萬6千戶 所以事實上台北市是空屋相當多 可是空屋如何有效的進入這個租市場 這是我們在思考的 那我們一開始設這個包租代管的制度 發現還是有點問題 這個下一張 我們看看這個數字 從106年到現在 你知道 這個已經有一年半 事實上才868件 那我認為是這樣 一個制度如果實施一年半 才868件 而且是在 超過一年沒有住的 住人的房子 有3萬6千戶的狀態下 我們包租代管只有8千戶 只有800戶 表示說這個效率還是很差 表示說空屋並沒有很有效的被進入租屋市場 所以我們也針對這個問題 在思考說為什麼我們推這個包租代管 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當然有幾個問題 我想問題列在上面 第一 租屋市場的 資訊不完全 特別是 目前的租屋市場 都是地下經濟 他直接地下經濟他也不用繳稅 不用讓人家知道 一旦租屋進入這個包租代管 政府一旦納管 他就變成透明 所以這個很多這個 房東 不願意他連個自己租 他也不要交給政府來租 所以我們突然有時候跟他講說 我們給他那個 什麼整修房子的錢 還跟他保證說不會遇到惡房客 我們幫你 收錢 可是房東還是不太願意 所以這個目前的資訊還是不完全 還有一點 我們要面對一個問題 目前整個台灣 空屋持有的成本太低 當然是稅的問題 所以很多老闆 很多房東 連個空屋空在那裡 他也不要租 因為事實上這個 特別是我在估計 中美大戰以後 台資大陸回遊台灣 恐怕房地產還會再上漲 所以在這種房地產還有上漲空間的狀態下 這個持有空屋的成本太低 所以房東聯合把空屋空在那裡 等待這個房價上漲 他也不願意 不願去租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所得稅 他自己租不用交手得稅 他交給政府租他要交手得稅 所以他根本沒有誘因 所以 基於以上的這些問題 包括資訊不完全 租稅制度 還有空屋的持有成本太低 坦白講 到現在為止 明明台北市 超過一年以上 沒有住人的房子有36000戶 可是進入租屋市場的只有 868件 我說透過公家去租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數字來看 在領我們的租金補貼的 有一萬一千多戶 所以很清楚 這表示說老百姓 聯合你錢給他 他自己去自由市場租屋 他並不想去租 政府自己主辦的租屋市場 所以 對於這個 包租貸款的問題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說 到底整個台北市的居住正義 到底要怎麼做 我想是幾點 第一 公宅原則上 我們這兩萬戶還是給他蓋完 至於以後要怎麼蓋 可以討論 到底這個特別是私立學校 這種少子化 學校要退出 的時候 還要政府自己去蓋嗎 這個可以討論 我覺得不一定要政府自己蓋 事實上台灣目前 受賢的資金 閒置至少超過2000億 所以有沒有辦法讓那些受賢資金 用50年70年的時間 來解決 這些 租屋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我們還在思考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市校退場的制度 跟這些公宅下一階段 到底要怎麼蓋 現在正在府內還在討論 那 整個這個 空屋 這個空屋成本持有太低 原則上 我的主張是這樣 因為基於政治上的一些基本原則 就先給貨拿 所以我們不會 在現階段 不會去開徵那個什麼空屋稅 空電稅 我們要先解決一樣東西 叫做單一且自住 那明年的話 這個因為三年一次要調整這個房屋稅 明年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是這樣 單一且自住本來的稅率是1.2% 現在降到1.0 降了0.2% 我的主張 如果你只有一棟房子 而且是自己住的 我們主張稅率還可以降到0.6% 降到以前的稅率的一半 我們在這個單一且自住的這個房子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如果你真的是住的 我們給很低的稅率 至於其他的 我們雙手就放開了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先保護單一且自住的 房屋稅降到最低 然後讓其他的 房屋的 公告地價 或是這些房屋稅 買房屋的 價格 我們就慢慢給它進入 市場去決定 這是目前的想法 所以原則上 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 會公布台北市 單一且自住的稅率 這個要先解決 我們先確保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人 他沒有被課增太多的稅 至於其他的 什麼空電稅、空物稅 要在這個之後 我們再去思考 所以原則上 政治上先拿 先給後拿 這個我們會注意 針對整個包住貸款制度 你知道 這個後續 你知道 到底要怎麼讓台灣的空屋 有效的進入租屋市場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從長記憶的 但是第一步 我認為是先解決單一且自住的稅率 這個先處理完以後 後面整包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會再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 整個這個居住正義 不再把它當作是只有蓋公宅 我們有蓋公宅 那公宅不一定要 一定要政府自己蓋 也許有這種工資協力的方式 特別是這個 這個少子化以後 效率四出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這我們會再思考 另外一個是 單一且自住 這我們會處理 因為這個是後面 這個 包住貸款的一個 這個基礎 這個不解決 我對包住貸款不會有效率 那租金補貼的話 大概我們現在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目前台北市有各式各樣的租金補貼 包括你看看這裡面 有身心障礙的 原住民的低收入分級 分級租金補貼 原則上是這樣 不同的身份 你可以去申請不同的租金補貼 但是你只能申請一樣 OK就這樣 那原則上我們將來說的公宅 都是以市價的八戶則 有人在問說 要不要再低廉 我個人是不贊成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公宅 我們也不希望說房價是把穩定就好 並不是說一定要把打壓 所以我們大概是公宅的租金 就維持在市價的八戶則 然後 不同的身份 你有不同的租金補貼 你自己去申請 然後這邊就是八戶則 然後用市場的機制 讓他自己去選擇他適合的房子 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將來整個台北市的居住正義 公宅 租金補貼 包租貸 他是整包去處理的 也不完全是 要全部由政府自己來做 我們可以用公司協定的方式解決 這是目前對整個居住正義的思考 當然在過程當中 如果各位議員有意見的話 我們隨時可以提供我們意見 我們再處理 維老條例 在近年一月 中央已經立法 所以我們要做有些 要跟著update 第一點在去年的12月10號 我們就公告了這個公化都庚 所以我們有制定85處的這個都庚地區 大概655公頃 另外公辦都庚 我們有選了15個地方 目前簽約6案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在每一個區 都會設一個 至少 有一個都市更新的工作站 事實上在南港就不止 南港就8個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行政效率 我們現在態度是這樣 168專案我們會繼續推 我們過去是 從審查案 開始6個月 不過現在要求是 送案開始算解 6個月內要發建照給人家 如果他是100%同意的話 我們需要說 透過流程的簡化 更有效率的提高整個政府的效率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地主100%同意的 進來 6個月內應該發建照給他 如果簽署權力變換等等 最多2個月 再加2個月 達到8個月 所以168專案 我們現在還是 虎方還相當 嚴密的在監控 那到目前為止是 都有做到 不過我們目下一步是 要更進一步說 送案算起 而不是審查算起 因為出來我們要求說 一旦送案進來 馬上要立刻排案 盡量把它審完 所以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所以168專案 是政府效率的改善 我們會堅持 那面對海沙烏 因為海沙烏比較特別 所以現在海沙烏只要90% 比照 100%來處理 所以一旦海沙烏只要通過90% 我們就會 就比照168專案 會加速進行 這是目前我們在 都市計畫推薪的狀況 在今年的1月30號 立法院有通過這個 都更條例的一些修正 包括這有幾個重點 那這些重點 台北市政府 有相對於這個 中央立法的 要點 我們也做一些我們的政策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這個 更新地區 擬電更新計劃及 單元的 法定基準 優先推動公辦獨更 融獎項目的明確化 跟可預測 這個是一直是說 建商抱怨最多 他說你們在 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那些委員的採量權太大了 然後融獎變來變去 讓他很難作業 所以事實上 在我們第一個任期 就一直在把這個 融機獎勵 給他明確化 那我們最近有要求 都發局 再檢查一遍 我們讓他更明確化 也就是說 這也減少 在整個 營造過程當中 這個營造商跟 原地主的一些爭議 包括我們台北市 核建也是有遇到很多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在過去 從連開採的經驗當中 融機獎勵 如果不明確的話 會引起後面很多的糾紛 所以我們會針對 融機獎勵的明確化 再檢查一遍 給他更明確一點 那原則上是 也減少這個 行政採量權 讓一切 不因為人的因素 造成融機獎勵變來變去 這我們會注意 另外 專業估價者的選任 我們會公開公平 那 為了鼓勵 這個都更 我們有做了幾個 幾個改變 第一個是 房屋稅的延長減徵 從兩年變成12年 那協議核建的土增稅 我們要再減徵40% 所以這些我們有 針對這個稅率 的修改 希望說能夠 更鼓勵大家去做都更 所以目前是這樣 中央在 1月 這個都更條例通過 種種 事實上 執法 在這段時間 陸陸續續還在公佈 事實上我們也積極參與 中央11項執法的修法 那我們 台北市政府自己 也有42項法令 配套措施 要因應中央法令修正 有在做修正 所以我想是這樣 在中央有修正法令以後 台北市政府做各項的這個配套措施公佈以後 我們希望說 整個都更的樹立會更快 那目前是這樣 我們有送了一個都市更新知識條例 還有這個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運用知識條例 有送到市議會 我們在6月底會送去議會審議 那麼很希望說議會在這個 這個會期 把它解決掉 解決掉以後 我們就可以 一些自治規則 以罪速件 我們就可以 一些執法 或是這種 行政命令 我們在7月底之前就把它完成修法 這樣的話 我想對整個 都市的更新 應該會 比較有法律的基礎 會比較好做事 所以這個 關於這個都市更新知識條例 我們希望我們在 這個會期 拜託各位議會 不管怎樣 讓它通過 當然我們是 有問題的話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這個 這個有法令以後 還是比較方便大家做事 那 維老條例是這樣 我們在維老條例 第一個 維老的這個 推動式 事實上 一直到今年 4月30號至 為止 我們已經訓練了 7811名推動式 所以這人數是夠 我們成立了83處的工作站 不過最近 我們會再看看 因為這個設立以後 到底這工作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工作站 到底效果好不好 我們會 會再做一個 滾動式的檢討 看看有這麼多推動式 有這麼多工作站 到底是 推動的幾件 到底問題 有沒有什麼要修正 我想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 還是要做滾動式的修正 所以我們這一些 一些都更工作站 我們在 在滿6個月以後 都在做一個檢討 統計以後 來看看有沒有哪些 現在需要改變 那 到現在為止 重慶計劃申請的有89件 核准有23件 我認為應該還可以再更多 當然我們會再檢討 到底有這麼多的推動式 有這麼多的工作站 到底這個 效果怎麼樣 所以除了這個 維老推動式的訓練以外 另外一個是維老輔導團 說這些人 到底政府要怎麼去協助他們 他們才能夠發揮功能 這個我們會 再繼續做檢討 那目前我們在建管處 有設這個 維老重建專機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上去 另外這個 我們有分成 六個區 開始在辦這個 維老重建的說明會 去 地方說明 我們也會把這個 一些維老重建的問答 集結成策 你知道 共民眾參與 最後 有一個問題 台北市警官管理自治條例 這個很多議員在關心 不過是這樣 我們後來發現 桃園市好像也有設 後來又撤掉 主要是什麼 這個中央 警官法 還在定 所以在中央警官法在定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還是可以緩一下 因為還不曉得警官法要怎麼定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在中央警官法在 我們認為是應該他先定出來以後 我們再推 台北市的警官管理自治條例 那在這之前 事實上我們在都市計劃裡面 還是可以 可以做到 目前這些警官管理 應該可以做的項目 因為在都市計劃裡面 就可以指定這個警官管理項目 不管是我們在都市計劃通盤檢討 或是這個重點警官地區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都市計劃裡面 審到這個 東西 那我認為在都市設計審議 我們還是會繼續把關 所以其實在 台北市目前還沒有這個 台北市警官管理自治條例之前 透過都市計劃的審 都市設計的審議 我們還是可以相當有效的管理這個警官項目 所以大概目前就是 繼續這樣做 那以上 簡單的報告一下 都發局有關的一些重大業務 那再來就請各位議員試駕 謝謝